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3月19日 有两个极之重要的情况 跟大家通消息一下 第一个 中美在阿拉斯加是正在开会 那开会呢 据说应该要开三场的 不过我自己觉得开完 已经开完第一场开完 为什么呢 因为杨洁篪说 一 你美国的民主 不是你自己的民主 就是全世界人都跟你的民主 中国有跟中国的民主 中国的民主是怎么样呢 小弟呢 前几天有一篇文的 讲过毛泽东 1956年有一个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他呢 就是说对自己有民主 针对敌人就要专政 因为你想奪权嘛 所以很简单 即使敌人的 我当然要专你啦 你拿着枪堆着我 难道我还找个豆腐 你要扔你呀 最低限度呀 拿个砖台来拍你啦 所以呢 现在中国就很正式地告诉美国 你有你的民主 我有我的民主 那个民主制度是比较好 大家看成绩啦 意思就是说 痴 你看你呀 你起这个疫情里面 死这么多万人 你的制度好吗 那是呀 中国是很指挥性地 你要去 但是大家抱着一起去 就不用死这么多人了 这个一个是 你起西方的民主是一盘散沙 中国的民主是可以组织到团结 当然呢 这一定有很多种因素 你才去团结的 你没有见到欧美那些人 你只走去呀 说戴口罩呀 都咬了万七次啦 最终又不戴 香港有批人不戴口罩呀 去健身那里 累死大家啦 是不是呀 所以有些时候之中呢 你看到每人有治理的方法 其实 等你吃土又如何呢 你可以吃你甜的 我吃我自己酸的 你以为甜的 不可以扣到酸的话呢 那就算了 大家各自吃 如果你能扣得到的话 可以 我来个糖醋排骨 都挺好的 美国肯不肯去做这个糖醋排骨呢 中国一定肯的 如果 美国接受不了 中国这种制度上面的东西呢 那我自己觉得 Kingless以后 拜登和习近平不需要见面了 因为见面第一件事都是嘛 我有我的制度 你有你的制度 我讲刨冬瓜 你讲英格鲍鱼 如果没有翻译 混不着 那谈什么呢 是不是呀 所以第一件事 我觉得 今次是中国第一次 第一次 叫板美国 不要以为你都叻了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 那这个呢 这个呢 就到了美国去没接受了 中国是接受你美国式民主的 你搞你的 不过我不会跟你的那套而已 所以呢 你永世不要想着 要在中国行你美国式民主 所以 美国的外交雜誌 Foreign Policy 这本事 其中一样东西 就要使出中共政权崩溃 所以呢 你会找到以后很多东西搞的了 它不单止搞中国 也搞中国 周边的很多国家 包括缅甸 越南等等 那样东西都会齐全力的了 包括缅甸 越南 泰国 全部齐全力 日本就不用说了 好了 再其次 第二件事是什么呢 第二件事呢 我会觉得以后的A股 你不买它是不行的 你一定要买A股 如果你想过世的话 你退休基金一定要A股 为什么 因为中国在今年3月1日行了一条条例 3月1日 今年3月1日就说 凡是你上市申请造假的那些 不是申请造假 凡是你上市的那些 我就抽查你 看你有没有造假 若然如果有造假的话 律师 那间公司的是负责人 律师和会计师 保证人 大家齐齐可以坐15年牢 以往又怎样呢 以往就是 可以罚款2万至20万不等 2万至20万 2万 少不少一点呢 所以 由于太少了 当然了 2万至20万是按照 以往中国的收入 就是做36 不做36 那时候 2万至20万是很多的了 不然现在不是的 他一上市之后 每个人都在亿万富豪 那我造假上市之后 我给20万 你都预了这个数目 你说我有100个人去造假 可以 罚足我100个人 每人20万 是吧 董事长说我给了 你做假 那现在不是的 坐10年至15年牢 令兼罚款 令兼罚款是没有说到上限 所以呢 很多时候很多人就看不到一件事 所以我经常都说 董事长说 郭树清呢 一定是对你A股執得正 因为当他以前做证监的时候 他每天一身证 他做了100天 就有一百条身证出来 那那些人认为 你阻止我找食 所以 齐政很多时候上书朝廷 当时就打了他 一落去山东 朝廷就很清楚知道 这个人呢 这样才是做事的 这样才是中国的股市可以的 所以就等了他去山东 就给他搞金融 现在就回来 所以我就说 郭树清回来 你们这班奸人没有一口好吃 他现在做了银保监 也都是人民银行的党外书记 好像是 若然是这样的话 你都不用想了 那上市公司而已 那出现什么呢 一说抽查 抽查20间而已 抽查20间而已 被抽到的公司 立刻说 我退出了 我不申请上市了 我不再IPO了 那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事了 现在排队是400多间 那爷爷说 好了 这20间不上市 没有了 我又再抽查20间 那你会怎样呢 会不会400多间都今年没有上市 不奇的 不奇的 再没有公司在中国上市 好不好 绝对好事 因为以后这些公司的财务 一定会干干净净 好了 第二个问题来了 潜在的问题 如果上市公司 是被他抽查了之后 你有造假的话 是需要坐10年至15年的话 包括律师 会计师 这个是公司的负责人 上市公司是这样 你认为 银保监会不会迟些 都会有一样东西做 以上市的公司 都要接受这个这样的 做假就要坐牢的罰责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很简单 很简单 将会 A股的公司 人人都拿正来做 若然是这样的话 我又跟大家讲讲一个问题 若然如果 暂时未公布 真正一公布出来的话 你猜A股公司业绩 是会好了 还是差了呢 你猜A股公司 那大家又不要太担心 一次差了下来之后 重申以后 你就洗底 如果你以后 赚一元 你就赚一元 不要说赚了过一 你说你预期赚过一 没问题 预期 你预期就可以了 大家都知道 预期未必可以实现 是不是 就是好像这样 新人送新人去洞房 跟着讲的叫白子千孙 免贵的人 在洞房之后 会生白子千孙 是不是 老太爷 奶奶 可能都只是 不要搞白子千孙 三年抱两孙 白子千孙 真的一样不行 断吞吊 在这点里面来说 所以大家会看到 若然是这样的话 A股 将会进行了一个 清淨的洗礼 是值得投资者 期盼的 现在那二十间 不肯上市的IPO公司 是一个例子 可以告诉我们 对坏人来说 我们是要专政的 对它绝不守远 OK 好了 接着就讲这里 今天了 好了 行业犯法 这个我今早早的时间看 在这个十点半钟之前看 这里还有三个是红色的 哇 来到现在十二点钟 没了 十一点钟也没了 只剩一个红色的 唉 那即是怎样呢 就是说 大市调整呢 大市调整呢 是 来临了 那你会说 市场不是跌很多而已 就是这样 不是跌很多 那才是大件事 那才是大件事 即使说这个是怎样呢 如果你看回刚才那个板 那个电容 是全线下跌 浪了指数股 不跌着 其他会跌 那你就挂答 好 不用看了 这里是这样 都说了 这个会打横走 会不会走横到那边 我不知道 是不是 你会不会走 不过就说 这个这样下来 那接着搜这里 搜这里 搜这里 搜不到搜这里 搜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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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无谓了 不过 大家各自 收拾 今天 是告诉大家 市面 不是很好 为什么不好 很简单 都说了 鲍威尔他们 卸博 是不是 扮懵 还认真 假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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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假装 假装 凡 你也知道 是不是 是吧 摸到通道頂了 那就回落 是吧 回落了 回落的時候很簡單 第一個站往哪裏 當然是保利亞通道的中軸 保利亞通道的速度是7.7 當然在資訊上面還有其他位置的 8.2 這些位置頂住 好了 如果日線圖又如何呢 日線圖 日線圖這裏 下面的通道這裏 底下這位置是8.5 你看到這裏都是 慢慢是拿著這裏下來 你能不能夠是彈上去呢 我想大家看看會不會呢 我在這個情況就是 有少少是困難了 又有朋友問 1717澳幽 大家看看這裏 起這點 你看到它 跌下來了 是不是啊 所以 起這裏的時鐘 這樣跌下來 看看哪裏啊 那很簡單啦 就看著一個是這樣的位置 這裏的位置 這裡 那其實這裏的位置呢 也都是怎樣呢 是和這邊的位置一致的 那即是說 由這裏的打平 和這裏的樣子 是這個底 是挺好的底 千萬不要跌穿啦 跌穿的話 那就不太好看了 那 再跟著日線圖上面 我們看看 日線圖上面看 已經穿底了 已經 不用看了 是不是啊 所以有破的 想想 走了它 然後有朋友問 碧桂園2007 2007 在周算圖上面 如果你看到這裏的話 其實這個都是十分之比較長的 長的 是那個支持位來的 就是由這裏 到這些位 是不是啊 或者是再跟著是高一點的 這些位 所以在這裏裡面來說呢 你找得到碧桂園 它也不應該跌穿到這些大液 若然跌穿的話 也都不太好 不太好樣子了 我們現在當然也有另一個看法 就是說 喂 它這裏已經整固了很久了 會不會彈上去的啊 這樣 對啊 如果不穿底的話呢 你彈上去就不同了 這個和正說是1717的不同 1717是這裏塞了嘛 現在這裏咬上去嘛 所以碧桂園這裏呢 我們要看看它會不會 在這裏是一個整固 就是1717呢 剛才是跌穿了 剛才是跌穿這裏的 不是這個是升上去的 所以這裏就不同了 這個是升上去的 因此就希望它這裏呢 9元左右是一個支持位 若然9元支持位 在1922支持位上面呢 就可以看它好少少的表現了 有一個朋友問2333 2333長城汽車 曾經起5元開車 開到上去30元 你看看這個斜度 凡是股票呢 你看到周線圖上有這樣的斜度 差不多4、5度過度的 1、2、3、4 講過了嘛 4個禮拜嘛 1、2、3、4 第5個禮拜就是中下來的啦 不要再跟著說在這裏上面呢 再奢望什麼 你一定要下來整固 整固什麼呢 起碼你落回來這個中軸 指不指這個中軸這個位呢 我又覺得未必一定指的 你可能要怎樣守住20元區 是不是 好了 如果我看回這個日線圖的話 在這裏 上來之後就落回來 落回來的時候 現在有個好處的 橫走 好了 你是不是真的要守到這個20元區 你守不到的話 它應該還會落一點點的 所以 如果有貨的朋友 在這裏是一個比較困難 因為你已經去到21元左右了 那20元跟我 差1元而已 出不出貨好啊 我的看法是 出 一樣出 雖然你猜它可能20元 那不給它20元之後再跌下去的 那你怎麼搞呢 那你已經看到它嘛 上升呢 沒有什麼希望嘛 暫時 日後需要有的話 就等你回來投胎才再做人 才等你下轉人才再做 是不是 所以就是在這點裏面說 就是說 有懷疑便退出 這個炒股裏面經常要做的事情 然後就是3328 膠銀 膠銀這裏呢 你看到它 整體呢 都是這裏 是維持著一個 是 比較幾好的勢態的 還是繼續升上去 千萬呢 不要在這裏呢 是脫漆 跌回下來 就好像這裏那樣 脫漆打橫走呢 那就沒有運行了 在這裏呢 最重要是 一直都要貼著 貼著 又不要超出去 超出去呢 就過強硬 就會掛得的 好像這裏那樣 超了出去 過強硬 掛得的 最重要是怎樣 你貼著那裏 貼著那裏 上 第一件事 所謂這裏叫中庸之道 不要去到那裏 好像這裏那裏 貼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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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萬不要凸出來 一定會打出頭尿的 好像這裏那裏 打出頭尿 就下來了 同樣這裏 貼著貼著貼著 就有了 不過由於已經升了那裏 這裏是由什麽呢 從3元到裏開始 現在升到少了幾 就升了大約是50%左右 以銀行股來講 是十分之是好的表現 因此它應該有個回調 那回調多少呢 那我就要看回 下來了4.2 4.2 大致又怎樣 這個在通道底部 是4.3 就是大約這些位置 那可能會還低少少的 我覺得 若然是這樣就會好少少 跟著 我今天推薦一個 就是特步 特步它始終呢 做一些體育用品 它在這個之前呢 是升了過來之後 下來了打橫走 然後在這裏呢 就飆上去了 那爲什麽飆上去呢 那爲什麽飆上去呢 因爲它業績好 其實它業績有什麽好呢 蝕 蝕 蝕了也好 是 因爲我們看它蝕的原因 就是什麽呢 就是它多了一些所謂一次性的脾象 所以 扣除那些之後呢 其實還賺了 所以 這個值得可以去考慮 所以 不要只看表面 或者表面蝕 而是它 爲什麽會蝕呢 它有些一次性的東西 所以 勾除了之後呢 它其實是有賺的 那就OK了 那麽我們就看了 那 你現在只是已經過去了 賺蝕 將來又怎麽呢 它認為呢 它 將來它估計 那你只要聽別人說 它是估計的 是吧 你又不是它董事長 又不是它營業員 又不是那樣東西 它店舖不多的 三百多間店舖 不過 它跟一些所謂抖音那些 合在一起 推銷這些東西 那麽在這點裏面來說呢 它是比較容易呢 是做到很多網上的銷售 它也都講這件事 會擴展做的 那麽這樣的話 你給我一個好故事嘛 那麽就看一看你咯 那麽就聽一聽你咯 所以我猜它 以後的業績是會好些 特別 去年一定很差的嘛 來近2021年 開始情況一樣 改好了的話 會不會來近2021年的上半年 對比2020年的上半年 是好很多呢 那麽不要忘記了 2020年是1至3月的時期中 武漢那裏真是雞飛狗走 全國都雞飛狗走 是不是 那麽之後到今年的時期中 很不同的嘛 大家都是雞飛狗走 不過去旅遊嘛 那麽所以這點呢 是會有這麽不同的 去到這裏 我們看回一下 日線圖上面 是打橫走的 現在變成了這裏 那因此這點呢 我又覺得 很簡單 你不要騙我先 你現在這樣嘛 你好了嘛 你猜好了 你猜好了的時候 你之前那些不知道的嗎 你知道的嘛 是不是 是我們的外人就不知道 你裏面的人知道 可能已經賣了它上去 那賣了上去 那你怎麽做 你先凸穿這些位置 所以呢 對於這些股票的話呢 你不要說 它今天升了 今天 它公佈業績 那我就今天去追它 對不起 你今天公佈業績的話 人家是人人都知道 是你今天才知道的 很多人都知道的了 很多人已經在這裏買了 你再跟著這裏再追 可能被人放了貨 你要怎麽做 你先凸穿這裏 升破了這些阻力位 你開始在技術形態上面 你會好轉左 好轉左的話 我就可以去買你了 那這個大家看看 你會知道的 在這裏 你先凸穿了 我可以去上網 多一點點 在這裏呢 我們會看到的就是 基本上 我可以做的就是 在這裏這樣介紹 這個 那過往的板塊 將會怎麽做呢 那這個呢 先看看 再跟著 在這裏 看看 這個呢 就是曾經 是 答過觀眾問題的板塊 過了10天 答觀眾問題的板塊 那這些如果你有的 是問題 想是覺得 是可以去 我又答不到你 可以來這裏看看 那再跟著這些呢 就是在這個 看看 曾經呢 之前呢 就是推介過這裏過了10天 推介過這些股票 那推介過這些股票 始終呢 總共呢 就推介56隻 就有13隻香了 43隻都OK 總共呢 都是 是 來來去吧 二五幾 沒什麽進步 因爲這事情 最近真的很不好